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 和15届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李鹏 朱镕基 李略环 魏剑行 李蓝青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和16届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黄菊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 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 出席党的16大的全体代表 特邀代表 和列席人员 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参加会见的还有15届中央领导同志 丁关根 田济云 李铁应 池浩田 张万年 江春云 钱齐琛 和16届中央领导同志 王乐泉 王兆国 回梁玉 刘奇 刘云山 吴怡 张立昌 张德江 陈良宇 周永康 于正生 贺国强 郭伯雄 曹刚川 曾培炎 王刚 徐才厚 何勇 请看报道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今天张灯结彩 花木葱龙 洋溢的一派喜庆气氛 两千多名代表汇聚在这里 等待激动人心的一刻 下午三时 江泽民同志在胡锦涛同志陪同下来到宴会厅 全场响起如潮的掌声 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领导同志沿着红地毯走到代表面前绕场一周 同前起拍的代表亲切握手 向大家问号 代表纷纷向江泽民同志 胡锦涛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表达真诚的问候 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藏族代表 向江泽民同志敬献了洁白的发达 在热热的掌声中 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 同志们 党的四六大开得很好 十一次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奋敬的大会 这里 我讲三句话 第一 对十三年来 选港的同志 给予我和我们这个领导阶级的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二 我相信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第二 我相信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一定能够开创新的局面 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 是结局美好的 希望同志们 团结一切 坚持奋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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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民的努力 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大家 同志们 同志们 刚才 江西民同志 做了热情洋业 语中心长的讲话 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励和鞭策奋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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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第三代领导机器 带领全党和全国各种人民 高举邓小平领的伟大企业 克服了潜艇道路上的种种困难 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种人民的 忠心优务和爱党 现在 为了党和事业的既往开放 当中的许多主持 有带头 从中央的领导感会上 退场 表现了一个 共产党人的帮助秀务 和包吨量起来 在这里 让我们 向江泽民同志 向李同 朱镕基 李瑞环 魏健行 李南亭 向其他的领导同志 表示同志 表示同志的天理 天理 我们一定熬了 家人的名字 一定要坚定不移的高举 但是 邓小林里面的美大旗帜 全民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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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最后 让我们大加为热力的掌声 尝尝 一会 失识 各 три 完整一次 万臣的心 坚苦奋斗 努力开放中国 这些社会主义司令的兴趣 最后 让我们大家与任命的掌声 再一次的感谢 江泽民统治 以及其他各地民党统治 桥石 宋平 刘华清 邹家华 顾鹤 铁木尔达瓦买提 周光照 曹志 司马懿案买提 王忠宇 肖阳 韩祝斌 叶选平 杨汝代 任建新 宋建 李贵贤 张思青 钱正英 朱光亚 胡启力 赵南起 毛志用 白立成 和张锦夫 黄华 廖汉生 王芳 古木 马文睿 郑天祥 刘富之 杨白冰 王汉斌 张震 倪智福 陈沐华 李希明 王炳前 韩光 远中央军委委员 傅全友 于永波 王克 王瑞玲 和新当选的中央军委委员 梁光烈 廖西龙 李继奈参加了会见 谁 童俩军有一点 王县